《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5号 印尼举行的G20峰会 普京没有现身 根据俄罗斯自己的媒体解释说 是俄联邦安全局要评估后 认为这次峰会将出现不可预测的风险 因此俄联邦安全局坚持 向G20峰会的这个主办方印尼要求说 普京的随行警卫应该全副武装 也就是可以随身携带致命武器进入会场 那怎么行啊 是吧 国际高峰会主办方都是不与同意的 俄国人说的对不对呢 我觉得这种情况当然存在 俄罗斯毕竟发动了 而且正处于一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当中 已经被国际法庭调查和多家国际组织指认了布查大屠杀 以及随着乌克兰军队不断的成功的反攻 越来越多的俄军占领区被收复 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俄军对当地居民制造的惨案 浮上水面 恨他的人多 是吧 你说乌克兰方面是否有组织的刺杀他 或者是有愤怒的民间人士自愿的行动 可能性相当大的 更有可能的反而是什么是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力量 他们在遍布这个安全局特务的俄罗斯境内动手的难度很大 要比国外难得多 普京参与这样的国际峰会自然是一个行动的好机会 现在不仅是传统的政治对手 就连号称普京大脑的那位极端民族主义者杜金 也号称要杀死普京 原因什么呢 很简单 普京不但没有完成俄罗斯复兴的伟大梦想 还丢失了大片的占领区 让这个到现在为止八万俄军士兵死于战场 杜金认为普京是没有完成伟大统治者的使命的失败者 他愧对了俄罗斯民族所以应当去死 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尴尬就如同习近平发动的清零战役是一样的 往前走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越坚持国家越衰败 那往后退呢意味着要遭到党内外清算的危机 当然了这俄罗斯媒体关于普京不来G20峰会的这个安全原因呢 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普京找台阶下 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 战事不利 目前没有任何事会超过俄乌战争的最新走向 对普京决策的这个影响了 对吧 你看11月10号 俄国驻印尼大使馆通知主办方印尼说普京缺席G20 而就在这个通知十几个小时之前 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赫尔松撤退命令 在蒂尼伯克这个左岸重新建立防线 很显然不参加G20峰会与赫尔松撤军是紧密相关的 从俄罗斯这个俄同社报道上来看呢 这个最终撤军计划是前线总指挥索罗维金建议的 这就是让它看起来是一个军事决策 是吧 但实际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就如同莱曼战一样的 非要俄军在前线硬扛 扛到什么时候呢 普京宣布四周公投入俄 对吧 在这个事情政治上的结局出来了 仅一天 全军撤退 这次呢 就是在美国过中期选举大局一定 当天宣布撤离赫尔松 没什么人看你这个事 大家都在关注美国中期大选 至少美国的主要的媒体都在看 是吧 所以将军事失利对政局的影响尽量的降低 让西方媒体的关注度降低 这还是个政治考量 那么赫尔松的失手 对于俄罗斯这次战争的打击 也就无论怎么讲 都不为国 这是俄军整个战争过程中唯一占领过的州府 就赫尔松就这么丢了 意味着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俄军的军事溃败和普京的政治溃败 都不可避免到来了 从战略意义上讲 赫尔松控制着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供水 2014年克里米亚离开乌克兰的时候 就已经遭受过赫尔松停水的威慑 当时是害怕俄罗斯更大的报复 在西方的巨大压力下 乌克兰方比赛恢复了供水 那么这一次乌军还会客气吗 是不是双方早就打红了眼了吗 那么断水就意味着什么 整个克里米亚半岛迅速陷入后勤工艺灾难 没有水啊 朋友们想一想 最多一个星期俄军就必须撤离 而当地居民会遭受的巨大的人道灾难 这都无法预测 另外一点就是 只要乌军全面收复赫尔松 控制了整个的这个海湾的南岸 赫尔松海湾南岸 它在海边上有海湾生进去控制海湾南岸 美国人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俄军在克里米亚的传统军事存在标志 就是位于接近半岛南端的黑海舰队母港 塞瓦斯托波尔军港 从赫尔松到塞瓦斯托波尔直线距离是130公里 海马斯储藏运输发射一体化 是多用途模块化箱体 拆开了就装 装完就打 15分钟就能完成火箭炮的准备时间 8分钟就可以决定是重新装钱再打一次 还是撤离阵地 它的普通火箭弹射程是50公里 卫星制导的M30、M31制导火箭弹射程达到80公里 如果算上ATACMS的精准火箭弹射程是300公里 完全可以摧毁塞瓦斯托波尔港内的所有俄军军舰 和港口附近的防空和地面防御部队 俄军知道你海马斯过来肯定是要提前什么 撤离舰队的 不能放在哪 白打呀 否则就要遭受巨大损失 但是黑海舰队一撤 不仅意味着克里米亚半岛将一手 也意味着俄罗斯在黑海地区 从沙皇时期到现在250年了吧 那军事存在将荡然无存 甚至也无法体现俄罗斯在地中海对欧洲的威胁了 也无法体现在中东地区的重大影响力的损失大了去了 怪不得杜金要这个暗杀普京的 是吧 你一个带领全民做民族复兴梦的雄心勃勃的领袖 你突然就成了什么 成了民族罪人大卖国贼 在过去 你说你给泽连斯基十个胆给乌克兰十个胆 他也不敢想对黑海舰队开战的 现在竟然是几个赢的海马斯就能实现这个伟大的军事目标 因此当泽连斯基星期一 昨天突然出现在赫尔松的街道的时候 是他战争以来的高光时刻 现在朋友们 牌都在泽连斯基手里 他也许可以选择留下克里米亚 留给普京 来获得最大的战争赔款 迅速提战 甚至一会跟大家说 西方的主要要求 要么他只需要什么 关掉水龙头 就可以让克里米亚陷入混乱 甚至把美国人给的海马斯突然拉上来 给塞巴斯托布尔港口里一个骑射 是吧 请注意他这还不是普通骑射 是精准骑射 打的多还打的准 所以普京一定是无法承受俄罗斯从此丢掉黑海舰队 丢掉威胁南欧控制中东的罪责他 他玩不起 他得屈服普京 你想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 沙皇跟这个英国法国还后来的土耳其打了三年仗 战争导致了欧洲领土巨变 诞生了意大利 也都是这个战争诞生的 沙皇却不得不为了建立现代化的军队 废除了农奴制 我们叫改革开放 是吧 制度都做改革了 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平时这种很服从很听话的 由农奴组成的他的军队 跟英法自由民组成军队一比 那战斗力差异太大了 就这么一场规模浩大的克里米亚战争 那俄罗斯也没有退出黑海嘛 你现在乌克兰一个水龙头 几个赢的海马斯就要赶走黑海尖队 那普京和俄罗斯都放不下的 不放下怎么办 何威慑 那么好 北约又要出手了 俄罗斯会全面面临什么 灭国之痛 所以在这种极度危机时刻 普京是不可能出现在G20会场的 因为他根本都没有想好应对的方案 普京不来的第二点是什么 就来自于国际的压力 那G20峰会不少国家领导人说 说不会跟普京跟往常一样来照个合家欢 那一个会议开完了把它给撂一边了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羞辱嘛 尤其是泽连斯基说如果是普京来了 他就不来了 但是泽连斯基完全可以用什么 用视频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会场 是不是以赫尔松伟大的收复者姿态来羞辱普京 你普京正在开会的 咱们现在转发这个泽连斯基的讲话 你说普京熬得住吗 肯定背不过去 是吧 还带来什么 刚才我跟大家分析的说普京 普京根本就无法面对的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的命运 他哪里承受得了 普京没来 那泽连斯基还的确就来了 视频露面 今天早些时候呢 泽连斯基用G19的这个称呼开场 上来就把俄罗斯开除了 开除它G20-1变成G19 是吧 他提出了十项和平建议 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朋友可以看看哈 我不知道大家敏感的注意到这一点没有 他的前三项建议并不仅限于乌克兰 或者跟现在俄乌战争没有说直接乌克兰有关联 比如说 他说关于释放战俘有关联 对不对 归还领土有关联 那这些是乌克兰直接关系的建议 是从第四项才开始的 那么前三项是什么呢 第一项 核辐射与核安全 第二项 粮食安全 第三项 能源安全 这三项显然不是泽连斯基提出来的 而是国际社会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美国人交给他的建议书 这三项是目前俄乌战争带来的 对西方国家和整个世界的首要威胁 这种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 占领了赫尔松 泽连斯基手里的牌就太有杀伤力了 水龙头和海马斯火箭炮 就能用最低的成本逼退俄罗斯黑海出海口 这个几百年的假底 那么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俄罗斯内乱和普京下台就会成为一种定数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情报部门和白宫分析说 普京会愿意用非核 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承诺来交换 大家看非核 你不拿原子武器出来 不拿原子弹出来 那可以让欧洲迅速解脱核讹诈的阴影 这粮食安全呢 整个世界现在因为中共搞出来这个新冠病毒折腾的物流都已经极度混乱了 强烈依靠粮食进口的众多的国家 只要来不及进口粮食 那么怎么办 饥荒和难民便会冲击世界各地 如果能源安全得到保障 欧洲将不担心寒冷的冬天 而美国白宫会从冲天的油价中得到缓和 迎来中期选举之后的政治平和期 减少美国国内因为选举通胀带来的政治危机 这三项显然不是身处战火中的乌克兰第一时间考虑的 当然我不敢说泽连斯基就没有这样的世界胸怀 是吧 但是大家想啊 他真是要有了这样的世界胸怀 克里米亚就成了政治质押物 乌克兰就什么呀 就拿不回来了 就会跟200多年前的英法这个大国一样 打赢了克里米亚战争 去把战利品留给俄罗斯 为了避免更大的悲剧 今天就是历史的重演 那么联合国又刚刚通过了 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赔偿问题的决议 那这会不会刺激俄罗斯呢 这个我觉得倒不用担忧 任何的赔偿协议通常都是出现在战争后期 也就是有一方实在是打不下去了 也没能力了 才会有这种秋后算账的决议拿出来的 也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不具备足够的反击能力了 国际社会才会去做这样的善后方案 那么善后赔偿实现赔偿并不难 因为战争出席大量的俄罗斯寡头 包括普京的部分个人财产都被西方冻结扣押了 俄罗斯地底下却始终都有什么石油天然气 它就是个天生的能源出口国 未来的它搞出口的还可以换来钱部分拿来还债 不会说把俄罗斯一下就逼到了绝境上 但是这个过程呢 将长时间的抑制俄罗斯的再次扩张 所以今天围绕俄乌战争出的事还真是不少 那么第三点咱们看 普京没有来的原因与习近平的政策调整 我说它也有重大的关联 在二十大 习近平确定继续连任之后 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站队 对习近平的国内政治环境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你想 如果有足够的金钱来维系庞大的党政机关 有足够的市场利益来满足权贵阶级 它的敌对政治环境自然会弱化 甚至咱们说它多挣点钱 它搞这个核酸它也能搞下去了 为此 与俄罗斯保持微妙的关系 而不是用那种什么号称 中俄无上线那种愚蠢的表态 要更重要和理性的多 普京要来G20 习近平反而麻烦了 因为他来了就得跟习近平会面 习近平不就尴尬了吗 不见面 是吧 国内粉红不答应 长久以来民族主义无条件的捧俄罗斯一边倒 那你这么一不见面反弹 那么见面呢 G20峰会可不是中共最喜欢的联合国会 联合国的会场或者是南南合作会议的这种现场 那些现场一看又都是亚非拉小兄弟 是吧 这个G20何许人呢 都是 G20是由世界最大经济体组成的 来的都是共产主义者本身就要消灭的那些大资本家 只要习近平跟普京见面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表明与现场的有钱国家唱对台戏 拿去参加G20干什么 去了还去鼓励自己 是犯傻嘛 是不是 因此呢 普京不来参加会议 我相信中共方面也是给足了压力 充分表达了不希望他来不建议他来的诉求 哈哈 是吧 三项原因跟他说 普京没来 让外长拉夫罗夫全权代表了 但是今天的一个突发事件呢 拉夫罗夫也做不住了 撑的一下感情往回跑 那什么俄罗斯的两枚导弹落入了波兰境内 击中了村庄兵造成了两人死亡吧 没有任何后续报道 说这里有什么重要的军事战略目标 那你想会不会是误打呢 这个跟乌克兰的炸弹落入俄罗斯境内不同 因为俄乌两国已经属于什么 战争状态了 你多打点少打点 这引起部分的报复而已 但是你打击波兰 而波兰是北约组织成员 这就是质的区别了 这个行动会触发北约的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 比如说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 等同于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 你会遭致北约的围殴 那这一下就升级了 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新闻 是什么呢 G20北约成员国迅速召开了现场云州会议 就在印尼就开了 马上研究这个突发事件如何 我觉得呢 误伤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我也没看到中情局给我的报告 我也跟G20北约成员国这些代表们 跟远州会议一样 他们获得了基本的一些情报 我只能是分析 大家觉得有可能 有逻辑性 大家就信 否则咱们一说吧 因为这事儿土发 我觉得误伤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俄军会想尽办法避免对边境目标的攻击 何况呢 一次性是 它说了嘛 对吧 两枚导弹过去 你想怎么可能一个误打了紧接着另外一个又误打了呢 此外呢 到目前为止呢 就俄罗斯并没有像以往那样 发表个评论 说 原来它的导弹误射到居民区打了学校打了医院 他都说什么 惯性的发出是乌克兰自己搞的 那这次不说了 不是不说波兰自己伪造的爆炸 制造了欺骗世界的谎言 他不这么说了 也就是说正面表达不是误涉 那就是挑衅的喜好啊 直接挑衅我们要问为什么呢 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 来自俄军前线指挥官的命令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表达政治不满 我把这个冲突提高提及 是什么 加强普京的政治困境 做出了故意挑衅 因为从目前的俄军的这种战况 和他们的整个的作战的这种精神状态来说 好了 看军中的反抗情绪高涨 是吧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 就来自于莫斯科高层 因为这个袭击刚好发生在泽连斯基和平建议之后 那这边视频刚放完没多久 这边就导弹就过来了 用这种提高冲突的方式 表达对泽连斯基和他所代表的西方大国三项要求的蔑视和挑战 而且这个还符合普京的个性 与俄罗斯在每次战争中 他都是什么 咬牙挺到最后敢于惨败的那种特性 是不是 另外也不排除就是他要通过打两枚导弹 测试北约的真实反应力和旅行条约的决心 到底是你们兜不住还是我兜不住 当然即便是这两天消息 到时候可能明天后天就出来了消息说 真实情报是什么什么个情况 我告诉你也未必是真相 因为大家都要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台阶来想 现在还没有到彻底掰开的时候 所以你说那个720北约会议 它最多发表强烈抗议 严正关注 就是这样的措辞 警告俄罗斯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呢 你会获得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但是现在没有彻底掰开 总之吧 这些突发的事件 看出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了军事斗争之外的 更错综复杂的军事与政治结合的斗争阶段了 几个小时前 川普更是正式宣布了2024再次参选总统 那么在他未来的整个竞选过程当中 对俄乌战争的态度 对中美俄关系 他将掀起新的一轮 完全不同于白宫现行政策的波澜 我们回想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是一个民族英雄 因为他领导了乌克兰保卫祖国的战争 并取得了胜利 但是意气风发的泽连斯基 为了停战 为了更好的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 却明显的参入了世界大国各自私利的条件 这是无奈 这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政治家的无奈 和他们妥协的智慧 川普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怎样展现他的风采呢 真的是有大戏可看了 明天是星期三 我继续是爆料星期三这个栏目 这次咱们就说个应景的事 今儿说一下午的这个乌克兰的事 俄罗斯的事 咱们明天爆料星期三 说说乌克兰的发动机公司总裁 因为他的公司与中共合并收购 因为这个事被捕了 咱们说说这个内幕 说说中共是如何通过乌克兰 获得他们想从俄罗斯那里 获得却俄罗斯不给的那些军事科技 再说说乌克兰和中共 两国的权贵集团如何私下勾兑的 因为这里还涉及到这个现任的啊 中共军委的最高成员 所以我明天这个料还是很足的啊 好 我们明天会员网站里见了 明天呢我会把链接贴出来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